准时 准时 我其实也不是很准时的 我其实不是很准时的 因为发现要准时一点点不准 以为你要准时的时候 往往就是超过时间 都不准时了 所以我现在不要再教告示自己要准时 要找到 不准时了准时不到的 奇怪了不明白为什么 我这个人做事情 很喜欢准准 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就喜欢准准做到最好最刚刚好的时候 到教堂的时候 如果我要来教堂的话呢 我的本来是这样子的 我一定要是哦 刚好那个时间是九点开始的话呢 我九点那时候到 我觉得我是准时 我觉得我又不会等人哦 我又不会感觉到我自己比别人慢 就准时哦 可是往往就这样做不到 所以选择找到会更加 所以你跟人家约定了会的时候 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做一些生意的时候 我们跟人家 跟一些大老板一约的时候 他 他可以不准时后 因为他大老板 那你不可以不准时后 你最好找到 如果他没找到的话 你最好还是找到 找到是比较好 因为约定有些 你约大人物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可以迟到的话呢 证明他有这个地位 你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呢 有些时候我们遇到 约会啊 这个约啊 有时候我们跟人家约会 我们都会有这个 这个时间上的这个冲突 所以最好就是做这个找到的行为 是最好的 可是呢 这结果我们一约呢 在还没有来之前呢 也要我们准备好样东西 那这个约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 这个圣经章节 其实这个圣经章节 是在旧月里面打出来的 不是新月里面打出来的 刚才那个前一经文已经 把我今天要讲的到基本上 已经在那边浓缩在两边 那我们再看回去一下 罗马书十一章 罗马书十一章 十一章二十六跟二十七节 十一章 罗马书二十六跟二十七节 于是以色列家全家都要得救 如金上手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所以这个救主来的目的是要 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二十七节 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今天我们会谈到新约跟旧约 到底有什么异样 到底有什么不异样 到底跟我们今天生活有什么相干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讨论的话题 可是这边打理警告是我们的 当上帝出去我们罪的时候 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如果今天上帝把你的罪给出去的时候 就是他跟你立的约完成了 了解吗?答案很简单 所以旧约新约到底有什么共同点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 那我们从新约的观点来看旧约的人怎么样想 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二节 他的节很长 是在七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一章 那这里告诉我们 这是上帝给亚巴拉罕的应许 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二节这样子说啊 向我们列祖四年名祭念祂的圣约 这个始祖的是谁呢? 七十三节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祂对我们 祖宗亚巴拉罕所起的事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祂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祂 弟兄姐妹们 你怎么样能够从仇敌手上救出来 然后就可以过着公义坦然无惧的生活呢? 简单来讲就是从哪里救出来? 从罪里面救出来 所以早就这个应许 早就在旧约给了我们的 这是新约的应许 也是旧约的应许 其实旧约跟新约有同样的共同点 就是要将祂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 上一次我讲到 其实我有提过的 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将祂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 马太福音第一章 所以上一次的感觉就是为了这一次 所以我才能够接着下去 所以耶稣的意思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救主本来就是有这个能力 所以要把我们从旧里面 最里面救出来 同样的我们再看 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五节 也是说到这个旧约的时候 他们的是什么福气来的? OK? 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五节 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五节 这里告诉我们 你们的先知的子孙也承受上帝与你们 主宗所立的约 就是对亚伯拉罕说 对亚伯拉罕说 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这些后裔是谁? 这些后裔会使得地上的万族得福 这些万族是谁? 这些万族是不认识亚伯拉罕上帝的万族 也就是外邦人 看接下去那一节怎么样讲 这个福是什么样的福? 二十五节到现在是二十六节 三章二十六节 好 这里这样子告诉我们 上帝既兴起祂的仆人 也就是义士翻译成 原文字儿子 就先猜祂到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个人回转 怎么样? 离开罪恶 所以上帝要怎么样赐福万族呢? 就是借着祂的后裔 使到外邦人都从罪中出来 这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福气 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在看着就有一个讲解 关于这个共同点 旧爷跟新爷的共同点 再看了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 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 在二十八节这样子告诉我们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 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为了什么? 使罪得色 所以耶稣的血 就要使我们从罪里面得色 所以这个共同点又有一样东西 旧爷跟新爷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是要用血 有没有注意到? 旧爷我们大家都有一点圣经背景 我让大家了解一下 当祭司要宰杀羊的时候 他必须 罪人要宰杀 带羊去到祭司面前的时候 罪人要把羊的隔喉 给隔破 让他的血给滴下来 表示呢 将来有一个救主 像这个羔羊一样 为估为我们担当这个罪恶 所以这个血所流出来的就是 预表性 对吗? 就是要赎你的罪了 因为这个血是要赎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血本身就有赎罪的能力 所以呢 耶稣的血也一样 能够赎我们的罪恶 所以同样一个共同点 也就是说呢 旧爷新爷 都是要赎血的 那这里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但是这个血有一个记号 往往的时候我们 这个记号呢 我们要去注意一下 除了血是这个记号 还有一个记号在我们行动上呢 证明我们是有耶稣保血给遮开的 请问那个行动是什么? 我们要讲证明 对 除了在我们原理行为上 我们应该表现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应该爱我们的仇敌 我们应该爱外帮人 我们应该为他们舍弃 没有错 除了行为上我们能够证明 我们是结束基督的门徒 但是还有个记号 行动上的记号 证明你是给耶稣的保血给遮开的 请问那个记号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是个很特别的商界 就是在呢 这个也是上帝的十条捷律 OK 就是在生命记 第五章十二到十五节 生命记五章十二到十五节 这里是记载了上帝所记下来 写在石板上的十条捷律的第四条 前面的三条和后面的五条 除了安息日呢都一样 但是在安息日呢好像写的有跟之前的那一个二十章的不一样 看一看 第十二节 这里说 当造耶和华你上帝所分复的 守安息日为圣日 前面二十章是说 当祭奠安息日 守为圣日 但是第三节告诉我们 六日要老物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根都一样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土匪牛驴杏处 并在你城里所聚居的客驴 怎么样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使你的土匪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第四五节呢 就不一样了 你看呢 你要纪念 这里我就要你们看清楚了 你要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 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 手和伸出来的绑壁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就是因为上帝将你从埃及里面领出来 所以呢 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 吩咐你守安息日 所以你守安息日为什么远过呢 因为上帝就你从埃及地出来 为奴之家出来 弟兄姐妹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为什么你要纪念安息日 因为上帝就你从埃及里出来 请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是以色列人的关系 我们又有从埃及出来 弟兄姐妹明白 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看一下 罗马书 看清楚了 谁是奴仆 奴仆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罗马书六章 第十六节 六章十六节这样子告诉我们 其不晓得你们 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 以至于实 或做顺命的奴仆 以至成义 所以呢 有两个工人 有两个奴仆 一个是做顺从的奴仆 一个是做罪的奴仆 所以上帝从以色列呢 就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里面出来呢 就是罪叫他们从罪的奴仆 因为埃及人是敬拜什么 偶像 所以这个埃及也就是一种世界 所以上帝要救我们 从这世界里面的罪里面 救出来 所以为什么你要纪念阿希子 因为阿希子告诉你 上帝曾经将你从罪里面 救出来 所以你要守安息日 清楚我在说什么话 可以再多一个章节 来给你证明一下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也是在安息日 但是这个安息日呢 是节期上的安息日 但是他也称作安息日 因为大家要休息 不做工为了一件事情 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我们看立位纪十六章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都是记号 都是上帝和我们约的记号 OK 立位纪十六章 二十几龙到三十一节 那我们还没有读之前 我要再给你声明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奇印经文 上帝要和我们立约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愁弃我们罪恶的时候 就是他向我们所立的约 对吗 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 那你记在同条这句话 现在你看这个章节你就了解 立位纪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这里这样子告诉我们 那每逢七月的初十 如果你有这个圣经 这个版本的话 你看到上面有一个title 写着四个字 请问那四个字是什么 熟熟醉日 对吗 OK 二十九节 每逢七月初十 你们要刻苦其心 要刻苦喔 OK 无论是本地人 或是聚集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律 OK 永远的定律 然后呢 这日呢 他们都称之为三十节 一 在这日要为你们 说什么 赎罪 使你们 洁净 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 得以洁净 拖进一切的罪迹 所以三十一节这样子告诉我们 这日你们要守为 圣 安 昔 日 要刻苦其心 这为永远的定律 原来 安息日不是只是纪念 上帝创造我们 他是创造主而已 但是呢 上帝也是救我们 从罪里面出来的 这就是安息日 所以这个叫赎罪日 赎罪日日一定要在安息日 那个日子虽然不是在 第七天 但是那个是 节期日的 节期性的日子 他也要被尊重为安息日 所以大家要刻苦其心 如果有什么罪呢 那把它给挪移 因为耶稣在这一日 他要洗尽所有的罪 请问这个日子是在几时 从1844年开始到现在 耶稣还没有洁净完 当他洁净完的时候 你看到他来的时候 就告诉你 有罪的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 但是如果我们的罪已经承认了 刻苦其心了 悔改的 我恭喜你 你在天国里面就有份了 所以 这样子的日子 这样子的行为 叫做所安息日 所以我们所安息日不是只是 不做这个 不做那个 所以有些人拿来 拿来当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 心里面的罪 还在里面 那有什么用 我们来敬拜上帝 可是心里面那个罪还在里面 无可用 所以这次日子 原来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都是共同点 这是安息日是为记号的共同点 不同点在哪里 有没有任何不同点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不同点 这个不同点 这是我们想要提 一提就一样 不同点在哪里 一个是用表号的羊的血 羊的血呢 不能够救你的罪 因为它是预表将来的羔羊 所以圣经 所以圣经 诗学汉就这样子感动的 对着耶稣说 看哪 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孽 所以呢 原来 原来那个旧约的羔羊 是指着耶稣 耶稣才是他本身的羔羊 所以最于在旧约不同点的 就是那只羊 是预表耶稣 并不是耶稣本身 所以那只羊的血 不能够赎罪 只有未来的这个羊的血呢 才能够赎罪 在天上为我们祷告 用他的血 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福音 他的血才能够赎罪 立位记告诉我们 17章第11节告诉我们 因为在血里面有生命 耶稣的生命 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 这就是不同点 一个是预表的羊 一个是真的耶稣 那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点 这一个就是我今天要特别 帮大家一起来讨论 奇怪 为什么以前的人 为什么上帝要把旧约 换弃新约 为什么没有了旧约 又换弃新约呢 希伯来书会这样子提到一次 来我看一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第八章 那圣经将给告诉我们第六节第八章第六节 圣经这样子告诉我们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更美的 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 这约缘是凭更美的应许的 所以第七节告诉我们 那千年若没有瑕持就无处可寻求后约了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 日子将到 我要以以色列加和犹大家立新约 那旧约我不要了 因为旧约有瑕持 我不要像祖宗那样 我拉着他们出来 那这里这样子告诉我们 我直接念更好 第八节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 日子将到 我要以以色列加和犹大家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的祖宗的时候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所以以前是怎么样 他讲 来来来出来 所以说拉他们出来的 所以不是上帝啊 不是他们亲自要出来的 是上帝拉他们出来的 ok 所以正经这样子 再继续告诉我们 第九节 不像我拉着他祖宗的时候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以他们所立的约 所以上帝拉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又跟他们立的约了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但是呢 第十节又有一个语曲要告诉我们 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要以色列加所立的约 还是这样 我要将什么样 律法 写在他们的 放在他们的子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要做他的圣地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相邻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应该认识主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要认识我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迹 这个就是新约 但是旧约呢 有不一样的一点 那这里有人要看清楚啊 这就是我翻给你们看的 这个书呢 你要翻开出埃及记 你们来这里帮我查一查 到底呢 上帝和他们立新约的时候和旧约 有什么不一样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 第三节跟第七节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 第三节跟第七节 圣经这样子告诉我们 那这是已经颁布了十条诫命了 对吗 第三节要告诉我们 摩西就下山 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 都述说以百姓听 百姓 这种百姓就提神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怎么样 我们都尊行 所以上帝说 他把这个诫命给他们了 把这些典章也给他们了 百姓说 我们都必尊行 ok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在第七节 第七节 又将 约书 又将约书 就是上帝的约的书 念给百姓听 结果百姓怎么样 他们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尊行 于是呢 怎么样呢 第八节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 看哪 这是立约的血 是耶和华 按这一切话 与你们所立约的凭据 请问按哪一切话 请问按哪一切话 请问 旧约 跟刚才我 旧约这个约 跟刚才我所念的约 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有注意到吗 我介绍答案 好吗 你看那个我 谁讲我会遵守那个约 你看了这个旧约 是谁讲我会遵守那个约 百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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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讲的 对吗 可是新约呢 我 会将会把 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 会删去他们的罪恶 有没有注意到 不一样在哪里 有没有注意到旧约跟新约 有没有不一样在哪里 旧约是这样子耶 旧约是上帝要相信他的百姓耶 明白吗 拜祭讲 我们会遵守上帝话的 结果过几天罢了 过几天了 差不多一个月了 拜祭牛堵了我 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上帝要把信心 借在他们身上 所以上帝注意 好啦 你们讲会遵守我这个约 是不是 好啦 你讲会遵守的律法 好我相信你 就把水 撒在他们身上 上帝相信他们的耶 可是他没有做到吗 没有 没有做到 你再看多一次 你再看一下 还是讲同样的话 就也每次讲同样的话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章节啊 约书雅记 约书雅记二十四章 会有这里哦 更加夸张 你看啊 约书雅记二十四章十六节 二十四章十六节 百姓回答说 你们看到约书雅记二十四章十六节 百姓回答说 我断不离开 不离去耶和华 试奉别神 这里这样说 百姓这样子说 于是呢 第十九节又这样子说了 耶稣讲对百姓说 你们不能试奉耶和华 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 是祭邪的上帝 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OK 但是呢 百姓二十一节怎么说 百姓回答耶稣 也要说 No 不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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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不是 我们定要 什么 事奉耶和华 还有呢 其实在二十一节也是有 OK 刚刚我读了 二十四节你们讲 你看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百姓回答耶稣亚说 我们必事奉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 听从祂的话 然后呢 当日怎么样 耶稣亚就以百姓立约 那是根据谁的约 根据百姓讲 我们会事奉耶和华 所以上帝要相信我们 所以 旧约跟新约就是有这样子的不同点 一个是这样 我会做 我一定会遵守上帝的律法的 可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六章 那个旧我 那个老我 我越是要遵守上帝律法的时候 我越是不能了 我心中有一个律 因为我一直跟我打仗 打啊打 使我被夺去哦 使我从这个圣灵的律 夺开哦 哎呦我不懂怎样办 保罗都自己都这样讲 那保罗那个是最遵守这个摩西律法 简单来讲 在法利塞人里面呢 他是最遵守上帝律法的 在别人的原理 可是呢 在心中却有一个打仗 他却不能够从这里脱离出来 就是因为掩护在哪里 靠自己 对吗 可是呢 这个新约不一样 哎呦感谢上帝 这个新约怎样不一样 他叫我们相信他 上帝讲啊 上帝你讲啊 这次不是我讲的 这个上课我们讲的 刚才第八章 你讲的啊 会将律法写在我们身上 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易哦 所以信心带我转回来了 现在我相信上帝 是上帝讲的 不一样在这里 有一天有个 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子 有一个男的 很爱那个女的 他刚才说呢 我会爱你 我会怎么样子爱你爱你 所以呢 你去你跟我结婚 他结婚有没有立约 有的吗 所以他带他去结婚那边 可是 要去做这个 我们说 立约那个叫什么 我们做那个 要去签那个 合同 这个合同呢 是呢 两夫妻呢 合成为一的 所以他必须要 就要念那个 那个合同书 里面说呢 你要怎么样子爱你的丈夫 怎么爱你的丈夫 这边另一侧是写的 你要讲爱你的妻子 怎么爱你的妻子 所以两个人都要念 可是女的是 因为被那个男的感动了 他竟然这样爱他 好了我嫁给他 OK 可是男的讲 我一定会遵守这个 这个约定的 就是我一定会要爱你 会跟你生孩子的 我会跟你 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庭 我会带你出很流世界 所以呢 他 他对这个女的期望很大 很爱这个女的 所以呢 就两个人就立约了 这个女的被感动了 给你这么爱我 好了 那我就嫁给你了 所以两个人就念那个约书 那个女的就念了我 不可以有 另外一个 另一个对象 OK 里面有约书 两个人都念完了 过后 就两个人一起签名 这个女的在前面 就打一个招 所以这个 证书就出来了 一个是 男的证书 女的证书 一个是不可以违约的证书 两个人的证书 一个是不可以违约的证书 这个人不可以违约的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上帝也是这样子 跟那个以色列人 跟我们这样子立约 可是问题在哪里 发生一个事情 这个女的发生 这个男的是很爱他 可是他不帅 有一点 有一点 他会太忙了 我还会拿着老婆 要带老婆出国 他就赚 他要赚更多的钱 他不在了 他就需要 被 邻居家的 男人给遗诱了 结果犯我做错了 哎呦 他老公回来说很伤心 他老婆其实也不想违约 他说 谁叫你做工夫 那么辛苦 跑出去 害我 他心里这样子 害我 害我不能够 没有男人陪我 他老婆就很生气 这样子跟他讲 他老婆还怪他 请问问题在哪里 请问这个约书里面在哪里 这个约其实有个问题 这个合约上没有问题 但是呢 那个约定的男的跟他讲的 这个约定有个问题 因为只是那个男的爱那个女的 那个男的跟那个女的承诺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个男的跟他承诺了 不后呢 这个女的却没有跟他承诺 没有真正的跟他承诺 所以呢变成这个女的 在心中里面就没有写上 写上这个 夫妻之间的这个女 所以就被怕 所以心也就不一样 心也写的呢 就反了一个道法 心也他写的是这样子的 上帝告诉我们 可以救我们 从罪里面拖出来 那我们相信的时候呢 我们就受洗 因此呢 我们就吃这个圣禅 真圣禅的理解 因此我们就守这个安息日 因为这个就是记号 原来呢 上帝给我们一个记号 是让我们纪念想起呢 原来呢 上帝和我们所立的这个心愿 所以呢 从此以后呢 我们就不需要再靠我们自己的 我们今天要脱离 这样呢 我们要跟耶稣同在呢 我们只要信套上帝 就行了 相信上帝所给我们立的这个缘 这就是不同点 一个是依靠上帝 一个是依靠自己的 你要选择哪一个 我们看这个事情 这样子 新约是这样子写的 你看啊 这个是例子啊 这个是在 提摩泰 提摩泰前书 OK 刘沛泰前书 第六章 你看啊 第六章第四十一节 这里告诉我们 要守正命令 逃不张乌 无可指点 知道我主耶稣基督显现 上帝跟我们这样讲的 到那日期 那可称颂 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OK 也就是说上帝叫我们 要无可指点 不张乌 到他来的时候 请问做得到吗 请问我们做得到吗 那如果你信心在你自己的话 做不到 那如果你相信上帝呢 能够把律法写在你心上 把你一切的罪 给咔嚓掉的话呢 那这句话就是 就是 因为你这个信 就能够完成 告诉你啊 这个信心有多大力量 给你告诉你一些见证 我们往往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自己一个人 都跟自己的过错有关系 都有自己 被自己的困苦 或自己的罪恶给压伤 我们有时自己 不能够脱离出来 有时我们体贴 我们自己露群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 不对的事情 那我们为什么 会做不对的事情 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发现有一点 就是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记念 耶稣 耶稣 我们没有把耶稣 放在我们其中 我们没有 纪念耶稣 所告诉我们的应勤 我们没有等耶稣 来帮助我们 我们没有三思 就是我们很冲动 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就讲一些话 得罪自己的弟兄 我们就讲一些 教会的事情 OK 很多教会大家 所有的教会都 有这样子 同样的一个问题 教会为什么会合一 我们今天谈合一 我们就来谈这个合一的事 我们教会 不管在哪一间 教会都一样 现在的日子 看起来 大家一起敬拜上帝 可是每次做起事情来的时候 我们就未必合一 对吗 我们这是 在这个学课班 有讨论到的 这一班人可能在外面 指责那一班人 去做工的人 哎呀 这班人做的事情不对 这个不对 另一班做工的人 也有未必很良好的心态 他们就这样子想 哎呦你看 我没有做工哦 你看那班人没有做工 所以 变成了 在做不做事情的时候 在做上帝圣工的时候 变成了两派人出来 大家都在指责来指责去 指责来指责去 所以上帝的教会 就不能够合一 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想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凡事了很久 我想来讨论一下 弟兄姐妹们 年轻的 我先告诉年轻人 年轻人 我们有一个问题 我也是很年轻人 有一个很惭愧的问题 就是呢 我们一点都不孝敬老人家 这就是死话 不懂是不是我们父母没有教我们呢 还是我们一点都不爱学习 可能这两方面都有 就是我们不会向老人家问爱 这是不对的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做 为什么我们不会这样子对老人家 也有一个问题哦 教会总是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这样的问题 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 被撒蛋搞得很大 老人家呢 哎呀 我都不忠用了啦 那年轻人不尊重我们呢 都不听我们 都不听我们讲话的 都没有尊重我们的 没有礼貌的 哎呀 所以老人家就不要看 就很 就很 很伤心在那边 觉得自己老了 退化了 这是老人家 年轻人你了解咯 但是呢 年轻人也这样子想哦 你要注意哦 年轻人也这样子想 有 我们上台哦 做什么事情 他们都没有 都没有赞美的 都不硬的 我们做什么事情 他们都讲的不对 都没有称赞我们 都没有赞美我们的 所以觉得 他们被老人家排去了 被年长的人排去了 你了解我意思吗 了解吗 这两个格谋在那边 所以大家彼此误会 老的其实很小 很小 年轻人 听他们的 也很想向他们问安 没有错 可是呢 年轻人也很想老人 赞美他们嘞 支持他们一下嘞 你知道吗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大家都 其实都喜欢 喜欢气得 对吗 大家都互相喜欢 大家的 这不中间 放弃的割膜嘞 因为误会哦 是这样子的 刚才那个老人家 这是很实际的事情 老人家和年轻人经过说 那个年轻人都死了 这个老人家在那边都有 都不是很支持我的 不敢看 那个老人家 有这个年轻人 都不是很 都嫌我们老人家 也不要碰 等下另外一个年轻人 经过老人家 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老人家 没有看我 要将他打招呼 是不是他不要跟我 不要给我跟他打招呼 你又不敢跟他打招呼 又没有打招呼 这个老人家又说 这不这两个年轻人都没有跟我打招呼 因为那个老人家没有看他 那个年轻人 然后那个老人家 要跟那个小孩子笑 然后这个小孩子呢 快点跑掉 因为呢 这个小孩子认为 这个年老人家都不支持他了 所以那老人家 要去跟他们讲话 所以那个小孩子就跑掉了 所以我 心里面觉得他们没有礼貌 是不是这样 就是所有教会面对问题的 弟兄弟妹妹 如果我们要在上帝的 血里面合一 这个合约啊 这个约呢 刚好在安息日里面 能不能够做到 大的 小的 想办法去跟老人家论 老的 你小心 看一下我们啊 有人没有这样 有人没有这样插人 看一下我们就给你笑一下 给你点头一下 你不要跑掉啦 小的你也不要跑这样快 可以吗 是不是可以 很简单啊 是不是一点都不难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OK 哎呦 怎么生病了 那个人没有来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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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人没有来看我的 有这个人没有来拜访我的 那年轻人 那年轻人讲 有这个人 我不知道给朋友去拜访的 不敢去拜访他 有 这个人很凶的 我不敢去拜访他 那个凶人讲 这么贪的来拜访我的 你了解我在讲什么 你了解一下会出现什么问题 竟然这样子的话呢 我教你一个方法 圣经 我教你一个方法解决问题啊 竟然他不看我啊 不来拜访啊 这样他属灵带有问题 对吧 对吧 他竟然没有拜访我 我去拜访他 他没有拜访我 我去拜访他啦 可以吗 可以做到吗 可 弟兄姐妹们 竟然你认为那弟兄不来拜访 你去拜访他啦 曾经有一个弟兄 我觉得他做的这个事情很对 我不需要跟你讲他是谁 他 他有卖菜 他有送菜 有的弟兄 都不是跟我关心我的嘞 怎样办 他就 既然这样子的话 也会得罪我嘞 怎么办 他气起来做什么事情 他气起来打包一包菜 拿去送给他 要解决他的仇恨 哈哈哈 可以吗 可以不可以 这样子就缓和了 弟兄姐妹就和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约 要使我们 合一的 这个约 除了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 你要记清楚哦 你见清楚 暗期这次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现在不需要看着我 圣经这样子讲啊 使你 和你的儿女 你的仇卑 牛离心处 并你城外的聚集的克林 无论你的功都不可做 是什么意思 首先 这个安息字的福音呢 这个呢 上帝呢 救我们脱离最后的这个福音呢 是怎么样子呢 从你自己开始 OK 所以很多问题的时候是 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爱惜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会关心到他们很多时候是在这边有个问题 我们自己跟上帝的问题都有问题啊 我们自己的罪都没有解决 难怪我们不会去关心其他的弟兄 很难怪 所以我们很 我们因为我们又要来教会 我们又希望上帝改对我们 有时候我们又放不下我们的 我们就来教会 所以我们会再关心我们 我们的罪到底能不能够解冲 哎呦我又想要这样子做咧 可是呢我这样子做了又得罪上帝 到底要还是不要 要不要 所以你在担心你的问题的情况下呢 你就没有注意到你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同弟弟 你同弟弟的时候呢 弟兄经过了 有时候这个人又关心我 或者呢 经过的时候有 那个人经过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人看我 一眼都要看我 是不是瞧不起我 因为我们在 在跟我们自己的罪角力 所以呢 弟兄姐妹就误会了咯 就等于对兄 对方都彼此都不和谐 所以呢 变成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首先 要把我们的罪给撇下来 这个时候呢 你把你罪给撇下来 你让耶稣 你住在你心里面的时候 你眼睛突然间明亮了 你看到周边的人都很需要 有可能我不知道了 有可能我也会得罪一些弟兄 肯定我相信也是会 我自己人生 因为我不可以 我不能够对每个人 都问他 我不能够都照顾 每一个弟兄姐妹 也许这个姐妹 说这个弟兄 他需要我 需要我的去关怀 也许我没有去关怀 杀了他 那如果你需要关怀 既然关怀不到呢 我其实有一个做法 以前我做过一个誓言 我跟我自己做 自己心里面想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 不会读书的人 我头脑集中力一点都不好 我是去了美国的时候 开始集中力比较好 如果集中力不好呢 所以我老师时常派我 跟那一些弱智的学生一起读书 所以我到小学四年级三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呢 老师呢 请我吃奶嘴 走全校 所以我心里面很不平衡 我心里面虽然不平衡 但我没有生气老师 我也没有生气这个 生气其他的同学 但是我不敢跟他们靠近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有问题 他们却不很会读书 我不会读书 所以我离开他们 了解吗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有些人会躲在一边 为什么有些人会好像被冷漠 为什么有些人他不关心人 可能他感觉他自卑 了解吗 所以我也是一个自卑的人 如果躲在一起 我躲在一个边 所以每次在下课的时候呢 我喜欢跟最后一名在一起 因为我是最后第二名 我没有成为最后一名 我这一生人呢 做到我尽到我最大的努力呢 在小学在中学 没有拿最后一名 感谢上帝 没有拿最后一名 但是拿最后第二名 所以我喜欢最后 比我前一名OK啦 比我最后第三名的那个 或最后第一名的 下象棋 我们全部躲在一边 下象棋 因为我最安慰 我跟我的情况是一样的 那些读书好了 我不敢靠近他们 小学一个我喜欢的女生 可是我不敢靠近他们 太厉害读书了 我不敢靠近他们 所以我就跟他们分割起来了 可是我在我心里面有个报仇 那个报仇是要报的 那个仇是什么你知道吗 以后我做老师的时候 我一定要最关心 那个最被人家冷落的孩子 因为我在最被人家冷落的时候 没有人关心 所以我应该 竟然没有人关心我 我就去关心别人 可以吗 弟兄姐妹妹 可以不可以 为了这个约定 为了上帝跟我们这个约 你懂上帝怎样让我们立约吗 在还没有立约之前 他做一样事情 门徒在争 水最大 他最大我最大 因为门徒进到这个场所的时候 他们要享受这个圣餐饮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不叫圣餐饮 他们叫一月节 那吃这个圣饼的时候 就是无效饼 的时候 他们有工人要洗脚 可是当时候 最后一个晚上 耶稣跟人徒聚集的时候 没有人要洗对方的脚 每个人看谁最大 你不洗我的脚 我比较大我比较能力吗 结果耶稣做什么事情 耶稣做了一个动作 我全部人敢 就解决了当天的问题 对弟兄彼此不合路和仇恨和敌视的问题 就是他自己拿着 去到门徒的面前 跟他们洗脚 突然间 他们被感动 突然间他们很后悔 他们刚才所做的事情 哎呦 那个最老的 最大的都不是我们这个 比他小的 这样我们还跟随着来着去做什么 有一个事情是这样子 我那一天我去跟这个新学教会的查经 然后呢 感谢上帝 有一班 有一个人呢 因为他一次 他为我们祷告 因为他相信了我们的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spa century 然后在这个宝石的这个 店啊 是上帝赐福的 但是呢 他担心我们当中有罪恶 所以呢 我要为我们祷告 我讲 好啦 你可以为我们祷告 我谢谢你 可是我可以 我可以要求一个 一个小要求嘛 就是啊 你可以不要说方言吗 他就很惊讶 他就跟我讲 不然你可以不要说方言 我被圣灵感动 我就要说方言了吗 不是啊 你只是不用讲 不要不要说方言就好了 我不想直接就指责他 明白吗 我想带你这个弟兄姐妹 可是他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不可以说方言 好了 我就导入一个video OK 导入那个video下来 然后呢 我导入那个 导入那个video 然后导入把这个圣经章 解决 其实有很多前书 十一章 全部给他列下来 一句话 一句话全部写给他 post给他 那边那个video是这样子讲的 video呢 有一个被鬼扶的人 然后那个赶鬼的 要赶他的时候呢 这个被鬼扶的人 不要让他赶 为什么呢 那个鬼跟他讲 为什么你要赶我 你们全部能说方言 你们不是我们一起 都是一起的呢 你们为什么要赶 要赶他 为什么要赶我 他说呢 你不知道你用方言的时候呢 你用方言的时候就是呢 我我积极一起的呢 当你们乱的时候 你们说方言的时候 我就进来你们的身上 你们一说方言的时候 我就进去你们的身上 你为什么要赶我 所以我就把这样子的两个video 在youtube里面到我 才给他看 后来把这一个圣灵章节 全部给了他过 他 我就打电视问他怎么样的时候 我了解了 可是哦 我一个习惯啊 你原谅我 我尽量在打告的时候 不要讲方言啊 因为他讲了18年 所以他嘴巴呢 就是会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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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小心念出来 好像我太太啊 刚刚呃 呃成为 夫人 刚刚认识我们的时候呢 认识我们的道理是什么 他有事讲话的时候 忽然间会念一下方言 有没有习惯了吗 他去这个方言教会都一年了 他会习惯 何况18年了 所以你要接纳他们 接纳这些信息的教会 不是故意的 接纳成本的 所以呢 我就跟他一起去这个叫做 FGP 叫做Full Gospel Business Club 他们这个有一个 生意人的这个聚会 就是此代有生意人呢 来相信耶稣 叫做Full Gospel Business Club 然后呢 这个聚会呢 我就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然后呢 他们下午的时候呢 我去介绍我自己 我告诉他 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然后他们很 他们很下午 因为我跟他们 很好地接触过呢 他们就餐桌上就 请我们 我们就有吃了 每次有聚餐嘛 结果就在聚会会的时候 有聚餐 桌上确实有摆一些 不接近的食物 但我不可以直接指责他们 我没有直接指责他们 可是呢 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让我非常感动 我突然间整个人都往下了 我发现到 连我们系统 布林安司就会 都未必做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 不是拿来指责任何人 千万不要当我这个 计划来指责任何人 我只是称赞 他的品性 一个老人家 他拿着一壶那个茶 七十多岁 八十多岁 走不一点 不一点 卡卡这样子了 走过来 每一个人在那边倒水 先来我这边 第一个那边我倒水 因为我最小 人家都不要 我应该不要 应该我倒水 我突然间感觉到 你内疚了 应该我第一个人 冲去拿那个湖倒水 对吗 应该的吗 这个礼貌事情应该我做的吗 我想不要不要 我不要倒水 你懂他告诉我什么 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 大的要服侍小的吗 老的要做小的奴虎的吗 请你让我服侍你好吗 请你让我服侍你好吗 你讲我怎么样 你的心整个软下来 我整个人站起来 我快点 然后等一下把那个湖抢过来 等一下我就直接去倒水 后来我不了解那些东西 以后我去了草主 第一个谁抢过 对 然后走 所以这里有谁是大的 有谁认为 有谁认为呢 那些人是不好的 去拜访他 你认为这个人有错 有不对的地方 去拜访他 一个小时晚了 OK 就是上帝给我们所立约 我们要更大的 你看 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打仗 你看 圣经告诉我们这里有一句话 我给你们直接 看最后一个圣经讲解 这个是个很好笑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耶稣亚记 耶稣亚记 十七章 这边十七章 十四节到十八节有个故事 十四节 这样子告诉我们 耶稣亚记十七章 十四节 岳色的子孙对耶稣亚说 耶稣亚说 耶稣亚到如今 竟然赐福于我们 我们也以足大的人多 你为什么全家一挂一段地分给我们 为业呢 所以呢 岳色的家庭呢 岳色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伊法莲 一个叫玛拿西 玛拿西是大哥 OK 伊法莲是弟弟 所以呢 这两个支派是很大的支派 在以色列呢 是最大的支派 但是由大的支派 都没有这个 以色列支派还要大 所以呢 这个很大的支派呢 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 哎哟 耶稣亚 你竟然把这么地 这么小画给我们 这么小 我们不够地方住嘞 你可以画大的给我们吗 你懂耶稣亚会当的时候吗 你们说的话真的对 你们竟然是大族 你们竟然是 这么强大的民 强大的主 你们应该去打仗 应该去攻打那一些 敌人 把他们全部给打败掉 让你们才有弊 我不会分给你们 你们的人都这么多 你还叫我分给你们 你们应该去打 所以今天弟兄弟妹们 同样的一样的事情 今天上帝已经赐福给我们 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 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的时候 我们怕这个弟兄 得罪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应该像 耶稣亚手道不知乎我们的地方 去打 把你的换围呢 比如你的换围是这样小圈 很小很少 不能够出去 没有人能够拜 没有人拜法 或者是呢 这个弟兄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他做错这个事情 他有问题啦 所以我们圈子 叫脸圈要这么小 所以耶稣亚今天告诉你 一个耶稣 你把你圈划大一点 连他那边也划过去 把他的心给夺回 明白我意思吗 把那个圈划大一点 把你的地皮划大一点 如果今天 他让弟兄得罪你 那个弟兄得罪你 那个弟兄得罪你 就把他划到他们三个人 你的家划到他们那么大 你家本来只是这个 比如说 才差不多 像这个教堂那么大 已经很大了 教堂这么大 那么如果你弟兄家在那边的话 你就把你的家划到那边去 把他给夺过来 如果隔壁的教会 这个也是我们的祷告 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 如果隔壁的教会呢 也是跟耶稣教会 也是手拿出去的 还差任一步而已 有没有啊 有没有打算把他给抖 怎么他们不认识我们 我们不认识他们 怎么他们这样子看我 我有过经过他们 是他们这样子看我们 可以不可以我们 跟他们打这个招 可以不可以 我们跟他做个朋友 嗨 你好 可以不可以 对不对 搞不好 嘿 你好 那个是牧师 跟我们谈话 他谈话了 过后有一个交流 搞不好有一个解密 结果呢 结果我们那个桥 就见过去隔壁 啊 这边也可以见一个 桥过去隔壁的人 没有问题的吗 我是开玩笑的 这样子告诉你 但是我们可以 变成一个桥梁 所以上帝 让我们把我们的圈挂大 如果你认为 那是你的仇人 那个认为是你的 你的敌人 你要这样子做 你要这样子想 这个是解决方法 的方案 那当我们要去批判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要想清楚 到底我们是爱他的时候 我们要批判他咧 还是我们要把他隔绝在外 这个人是有罪的 不可以 不行 是哪一种 我们是怜悯之心 我们是彻影之心 还是排测之心 哪一个 在你在讲话的时候 你心里这样子想的时候 先把这两句话先讲清楚 彻影之心 还是排测之心 如果你是彻影之心的话 讲 如果你不是彻影之心 不要讲错了 免得你得罪你的度数 你得罪你的度数 你得罪你的度数 你得罪你的度数